大家好我是奥雷 今天要讲的电影叫 着牛仔裤的钟馗 大傻一心想要儿子 便带着妻子来拜佛 妻子上枪时 大傻给自己求了一千 结果千掉在地上 睡成了两半 这比下下千还恐怖 大傻怕妻子担心 所以没有将这件事告诉妻子 大傻的仙人经常赖在大傻家 宠物把自己当外人 因为仙人的父亲是因大傻而死 所以大傻很愧疚 一直养着仙人 仙人收到消息 有一伙抢匪要抢银行 大傻便让妻子先行回家 这伙抢匪十分专业 严格控制时间 在一分钟之内完成了抢劫 临走还劫持了小红 大傻不敢轻举妄动 便紧跟在抢匪后面 抢匪在逃跑过程中出了车祸 车子翻进了工地 小红找到机会逃了出来 并且还捡到了抢匪之前抢到的赃款 匪手便独自追击小红 另外几名抢匪中了大傻的计 被大傻当场抓获 匪手看到弟兄们被抓 于是启动掉机 用钢筋将大傻砸死 并且还补了好几枪 来确认大傻的死亡 两名警察接到报警赶到了这里 他们看到快下雨了 于是随便看了两眼 应付一下就走了 晚上一只黑猫路过这里 踩在了大傻的身上 与此同时 抢匪依然在追击小红 这时一到闪电坯下 打断了电线杆 电线杆带着巨大的电流 砸在大傻的尸体上 大傻就这么复活了 抢匪用钢管刺穿了大傻的身体 但大傻却一点事也没有 轻松反杀了抢匪 回家后大傻看到自己身上有伤 但是却一点也不痛 便用妻子的卫生巾 堵住了身上的窟窿 妻子给他煮了一碗面 但他丝毫感觉不到面的味道 吃完后大傻发现 刚刚吃完的面条 从窟窿里流了出来 于是把面又装回了碗里 然后用巧克力堵住了窟窿 线人以为大傻帮他煮了一碗面 便立刻吃掉了这碗面 早上妻子起来后 发现大傻在柜子里 原来大傻现在有点怕光 只有戴着墨镜才能在白天活动 而线人呢 他拉肚子拉了一个通宵 大傻没有汇报昨天的事 让上级很难向上头交代 为了保住大傻的职位 上级便指派大傻负责银行结案 犯人的资料已经弄清楚了 现在就看大傻的了 大傻刚出门没多久就发现自己使不上力 便来到医院检查 最后晕倒在医院 医生发现大傻没有任何生命体征 便使用电机来急救 尝试几次依然无效后 只好放弃 大傻醒来发现 电可以给自己补充能量 于是用电机器来电自己 终于让自己恢复了正常 大傻回到家 发现自己的杨顶天无法正常使用 他怕耽误妻子的幸福 于是将自己的积蓄都留给了妻子 他发誓 在自己的生命走到尽头前 一定要将那伙抢匪绳之以法 现人不知道大傻在干嘛 于是走了过去 不出所料的出电了 妻子回来 看到两人这样的姿势 震惊了 开始怀疑大傻的性取向 怪不得他那么照顾现人 两人越描越黑 导致妻子将两人赶出家门 大傻突然发现 之前用来堵住窟窿的巧克力 被烧成了固体 现人一看 呃 大傻还藏了零食 于是抢过去吃 怎么劝都不听 两人来到酒吧 救下了遇到了麻烦的小红 不过大傻并没有认出小红 就是之前的人质 现人原本就认识小红 一直在追求他 送小红回家时 两人遭到了抢匪的埋伏 小红再次找到机会开溜 停好车的大傻发现情况不对后 立刻跟了上来 他不需要夺子弹 直接和其中一名抢匪对射 轻松干掉了抢匪 本来另一名抢匪也要死 但是大傻看到小红有危险 所以让抢匪跑了 小红隐瞒了账款在自己手上的事实 说抢匪只是因为小红看过他们的长相 单纯的灭口而已 跑走的抢匪把今天的怪事告诉了匪首 匪首竟然选择再去会会那个大傻 小红不能回家 只好住在大傻家里 深夜小红看到大傻 用很夸张的方式取子弹 并将这件事告诉了现人 两人怀疑大傻鬼上身 决定试一试他 两人用了各种各样 克制妖魔鬼怪的道具 但都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看到两人如此怀疑自己 大傻只好将自己的事如实相告 大傻现在充电的频率越来越频繁 他能够储存的电量一次彼此少 应该撑不了几天了 小红也将自己拿到账款的事如实相告 没过多久 抢匪们劫持了小红和妻子 留下录像带逼大傻现身 大傻拿到账款后来到了交易地点 还用身体掩护现人救人 可是这个时候妻子要生了 小红只好和现人帮忙接生 幸好母子平安 他们终于赶在房间里的定时炸弹爆炸前 离开了这间屋子 抢匪们发现子弹无效后 换上了消防府 消防府对大傻来说 比子弹有杀伤力 不过复活后的大傻力气也变大了 因此这两位抢匪毫无悬念地败北了 在战斗过程中 大傻被烟喷了 因为大傻对烟雾过敏 所以变得狂暴无比 差点摔死自己的儿子 幸好儿子用尿浇醒了大傻 抢匪又用火攻 大傻准备抱着他一起死 最后两人跳进水中 抢匪被大傻掐死 匪首偷袭绑住了大傻 将他吊了起来 现人和妻子拿起铲子就冲了上去 打晕了匪首 顺利将大傻救下 匪首还不死心 开车撞向大傻 还劫持了大傻的儿子 现人只好交钱 妻子趁机救走儿子 大傻暴怒不已 把手插进了电箱里 化身为磁暴无宾 直接送匪首升天 匪首瞬间爆炸 不过这次大傻没有力气再醒来了 现人打算再给大傻充电 但是妻子拒绝了 大傻的愿望已经完成 他应该心安了 不如让他在阴间当个钟馗 继续和恶势力做斗争 电影到此结束 这部电影似乎是陈奎安 唯一一部当上主角的电影 我只是查到这一部 希望大佬们告知一下 本篇情节比较轻松 有时间大家可以去看看 接下来是微博问答环节 奥雷奥雷 你会说粤语吗 会一点点 我听的比较多的是 雷豪两宅 雷豪两雷 我总是雷 雷豪想去打吐鼎华 再就是雷豪 我母鸡 好像就记得这么多了 还有 猴须服务 就说到这里 明天是星期天 照理休息一天 我是奥雷 我们后天见 最后是广告时间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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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